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這個 Wamp Server的 下載說明安裝流程跟這個移除方式 那這邊的這個教學的頁面這個連結 會貼在這個 YouTube的這個 註解這裡 大家可以等一下就到這個教學頁面的連結這樣 它這邊就是 YouTube的那個一些介面的操作 可以寬物全部觀看 然後調畫質這樣 那這個 Wamp Server 3它架佔軟體是做什麼用 它就是那個 讓我們這個Windows作業系統 就是安裝這一套之後就可以 執行那個PHP的一個動態網頁程式 然後它已經集成了那個APA器PHP 買吸口跟PHP買的MIM 還有一些那個 Helmin MIR還有一些東西 還有MARCHO一些 模組模塊什麼的 然後就是不用自己分開裝了 比較方便了 就是你一安裝 這一套就可以 執行那個PHP的一個 動態的網頁的一個程式這樣 腳本這樣 然後它這一套它只是一個 類似於一個那個 控制的一個 控制台這樣子 它是一個控制台啊 就是控制這個 這些原件的 這些主件的一個 控制台的一個作用這樣 那就是 可以重啟設定 檢視那些東西這樣 那我們要安裝這一套之前 我們先要把 VC++這個 那個 可轉善的一個套件 那個2008到2015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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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9C++這個 可轉 那個 這個 X86跟X64要安裝一下 要不然會 執行起來 會那個 報錯啊 這樣子 還要再安裝的時候 就是要進行 這個 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 呃 的方式安裝 避免 全線 出現問題 就是 UAC那個 全線 然後 我們點進來 這個 就是這個 這裡 我已經整理了 就是這個 2008 10 的 這兩個 是分開 X86是32位 X64 4位 然後 這三個 它是在一起的 就是 這些東西 裝好之後 然後你就到 那個 控制台的 這個 點一下這裡 如果你 不知道怎麼進 的話就點一下這裡 看一下 就是這些東西 要裝 我已經裝了 這樣 就是這裡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這樣 就是一些 控制那個 程式控制功能的操作 來看一下這一篇 這樣 然後下載說明 這個是 那個 它的一個 Wamp Server的一個 英文的 網站 的 英文 頁面 那我個人 是建議到那個 這個 sourceforge.net 這邊下載 因為那個 作者是把它放到這裡 然後 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你可以下載一些 它的 舊版 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亂不起來 你可能要跑一下 那個 舊版 這樣子 譬如說 Windows 7的話 是 就是 2.4 或2.5 它XP的話 就是2.2 這樣子 那 Windows 10的話 其實都可以啦 Windows 7也可以跑 你只要能 裝這些東西啊 Windows 7也是可以 跑這個 3 就是這個 Observer 3 都可以啊 只是你問詞的話 是 安裝這個 Wormserver 3 是比較好 這樣 這樣 然後就到這個頁面 這樣子 然後就是 沒有圖吧 就是這兩個 然後這裡面放的是那個 有2.2 2.4 還有 2.5的 然後這個就是點進去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64 位元的 你是用那個 64做 那個位元的系統的話 就是 安裝 X64版 那 下載 X64版 30位元就下載 那個 X86 這樣子 點一下 那 再點進去 然後 然後因為我是那個 用64 所以就是下載 這一個 這樣子 好 之後 再來就是到那個 一般是放在下載 就是這裡的 點擊這個下載 這一個印 再到這裡 你就是用這個 滑鼠右鍵 你系統管理員身份安裝 這樣 這樣子 系統管理員身份安裝 這樣子 好 就詢問一下 就按yes 那個 有一個英文的 英文介面沒有差 因為後面 會有一個language的切換 它是一個支援多國語的 它是一個支援多國語的 那再另外一篇 下一篇我會說明 那 安裝的時候 它會叫你安裝一些這個 就是按這個 就是按這個 accept 這個 那個 agreement 就是同意 然後下一步 這個 這邊點 選到這個 就 nest 然後nest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這邊有紅字說明了 好 因為現在那個 Windows的UAC 全線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這邊建議是你安裝到C槽 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C槽是那個SSD 嘛 反而會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傳統硬碟 它是用那個 針頭的 那個 跑一跑 萬一掛掉你資料全部都沒了 那SSD是一種消耗的 它不會 就是不能寫入而已啊 就是不會有像那個 讀取針頭會去震動到什麼的 你的那個傳統硬碟就掛掉了 資料會沒 這樣子 就是放 這個你不要去 第二個問題 你不要去改它有什麼路徑 你也不要去特別去 要有什麼 弄到那個 弄到這個 Poggon Fires 或Poggon X86 這個都不要 你就它預設的路徑 這個Wamp 例如是樣子 就裝在這裡就好 你只要去修改 它那個路徑可能都會出問題 會出問題這樣 你都是不要去 弄到它什麼的 你就用它預設路徑就好 再來是說 你 它需要2G的容量啦 所以你要看一下那個SSD 是不是夠用這樣 你要注意一下那個 SSD的容量這樣 是不是夠用這樣 這三箱 有紅字 有說明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安裝的 就下一步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 就是下一步 Install 然後安裝完就是 再來它會有一個問 你是否要用那個IE來開啟 它一些的 One Preserver的一些設置的頁面 那我們就選for就好 用IE開 然後還有一個文字編輯器 要來開啟這個設定檔 是用那個Windows的記事本開 那我們就選for就好 那沒有關係 那都是一些 那個配置檔 選for就好 這邊選for 還有一個問你 那個配置檔設定檔要用什麼來開 那選for就好 這樣子 那沒有關係啊 就是因為你選yes的話 你要指到這個 你如果安裝那個諾配++ 你要指到那些東西 那還要另外 就是說你另外自己弄就可以 那我都是按否 那再來是這個 那個你第一次點擊執行有沒有 你第一次點擊執行的時候 那它會問你 是否要加入那個防火牆 因為我是家裡用而已啊 所以這兩個都把它打勾 預設是只有這個打勾嘛 我私人網路也打勾 因為我是家裡用而已 你就是用自己的電腦 那可能就是家用 就把兩個都打勾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好這邊就是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記事本的部分 for 允許 然後再來它就是一些 那些 然後就是打開那個 127.0.0.1 它就是一個localhost 然後就可以看到安裝完了 這樣子 或者localhost 也是一樣啊 就是這樣都可以 就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就安裝完了 然後移除的方式 你今天就是說 你今天 一個是你用在這裡架 在你現在不架了 或者是你用來測試軟體 你今天不用了 你想要移除 那就參考一下這一篇 然後也很簡單啊 就是滑鼠右鍵這樣子 就是在 一般我們 一般 一般是這個啦 是用那個安裝 點這個安裝語 它會重新排序 這樣會比較好查看 點安裝語 然後就右鍵解除安裝 它就解除掉 這樣 它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到那個 它的安裝目錄 就是安裝到C 這樣子 然後就點一下這一顆 裡面 它有一個這個 那一樣我們就 滑鼠右鍵 以系統觀點 這邊執行 然後就會把它解除掉 這樣子 OK 那後續的文章有沒有 就是點這個 類別啊 就是看一下這樣 就是這些文章這樣 就是這一些啊 可以再繼續看下去這樣 好OK 那這段視頻就解釋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 收看此外視頻